大家好 业主叫我来看下这个插座看 说这个插座没有电 这个插座是这个 真要奉用的 现在这里没有电 所以就这个方也映长不了了 所以叫我来看一下看这个插座 怎么回事 是怎么没有电 我们现在量一下看 我看一下看 这个插座两道却是室内电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管 它的线是从哪里接过来的 从这个地下穿过去 到别的地方接过来的 现在我们去插座的电源开关那里看一下 这里有一排开关 其中有 三个是跳楼杂的 那这个是没接线的 这个也是没有线的 但是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有线的 我们看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有线的 是插座的开关 我们把它贴一下看 一贴上去就跳掉了 这肯定是线路有问题 我们把它拆下来量一下看 现在我们拆下来了 我们量一下它的线路 看漏不漏电 现在我们量一下零线与火线 看漏不漏电 零线和火线是不漏电的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 地线与火线和地线与零线看 它们都不漏电 我们现在量一下 地线与零线看 也是不漏电的 我们再看一下地线与火线看 漏电 挺厉害 说明火线与地线是纯粹漏电的 然后刚刚我们量到 地线 和零线是不漏电的 火线和零线也是不纯粹漏电的 那说明是这个火线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它的线路是怎么走的 从这里地下鱼撑过去了 这个 都拉不动 像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犯线是犯不了了 这个线都拉不动 而且这根火线 肯定是从这地下过去哪里破皮的 然后存在 短路 所以这个开关 一踢上去就跳杂 像这种情况的话 线放这个线犯不了 然后我们只有跟它地掉线了 火线有问题 其他的两根线是 其他的这两根线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这就把这个火线和这个 地线地掉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线做火线 火线做地线 地掉一下 虽然这种方法的话看起来不规范 但是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挺实用的 这两根线 地掉好了 我们做个标记 这里标记 零线 这个标 标记成火线 这样的话 后面的维修的人员 就可以看得懂了 我们现在去开关那里 把这个线路 地掉过来 我现在把这个开关拆掉 开关拆好了 我们 现在把这个火线和这个地线 地掉一下 这里的线已经地掉好了 地线 放成这种 放成这个绿色线了 这里的火线的话 放成这个双色线了 现在我们 去开关那里 把那个线也地掉过来 我们现在也把这里的线也地掉过来 我们先把这个地线把它拆掉 来的时候忘记带搬手了 我们就用这个老虎拳吧 把它这个螺丝把它扭掉 这个地线已经拆掉了 我们把这个绿色的线粘在的火线把它当地线把它装上去 把这个螺丝扭紧 好了 这个 这个地线已经有好了 我们再把这个线把它接上去 这根蓝色的线 我们还是当着零线 把这个螺丝扭紧 我们现在把这个棉类的地线 当着火线 我们把它接上去 把它把螺丝扭紧 好了 这个线已经地掉完了 我们把这个电梯上去 开关已经提上去了 我们去那里量一下 我们现在再到这个插座这里量一下 按下它的电压呢 现在这里有220伏了 这个插座的话就这样 现在已经有电了 等一下我去把这个两根线 做一下标记 这个双色线现在是火线 等一下做个标记 然后这根 绿色的线现在是地线 等一下做个标记是地线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天空方面的知识 朋友们再见